全国投资朋友大家好 我是护国神山 珊珊老师 今天台股又面临了气血两虚 当然在这个气血两虚当中 第一个大家没有看到有量出来 第二个好不容易上涨还是没有量 所以今天很多人闷在那里 我知道你在想什么 这个行情你一定会讲浅水无鱼 对浅水无鱼未必捞不到鱼 很多人看到浅水无鱼就会悲从中来 我倒是要提醒所有的人 你只要心平气和必捞大鱼 亲爱的投资朋友 台股真的是气血两虚 上涨的时候不带量 不然就拼命的下地 那这个时候心平气和 要怎么样去面对这个行情 饭票 你现在只要想 你要怎么样赚到饭票 当你好好的仔细的去想一下 目前这个兵荒马乱之际 有什么样的一个机会 那么当你把握到的这个机会 当然钞票来了自然就有饭票 那讲到这个 这个是我最拿手的 乱世出英雄 每一个年代都有不同的英雄人物诞生 那么英雄人物要出来 他也是经过很多的历练 很多的一些挣扎 终究脱颖而出 他才叫做英雄 所以近期很多人说台股不好做 我倒是认为没有什么好做跟不好做 只是你的利基点在哪边 你的角度在哪里 你的深度在哪里 你的高度在哪里 今天虽然小小的涨 但是有人说 几乎股票都没什么亮丽的格局 怎么会没有亮丽的格局 这个我也不知道 到底指稳了没 这个我也不知道 到底修正结束的没 但是我知道 变色龙 他的天下来的 但是我知道 电源管理IC 他的天下来的 就是如此 那话说回来 PA到底有没有行情呢 我不知道 但是我只知道 我多不断的操作 操作零零尽致 买卖买卖买卖 一条路 你可以直直走 你也可以斜的走 也可以横的走 但是很多人走直路 一样迷路 我会拐弯抹角 我还走得非常的顺畅 这就是你对每一件事情 怎么样的看法 怎么样的处理 跟你的眼光的问题 这个时候 我们先来探讨一个问题 很多人会说 台积电 那个法说会 讲完之后 好像没完没了 这个时候 507 那一天呢 那天我才在讲 那个509 510 那个地方 520闪了一下 我前一日预告 真的 一张开眼睛 礼拜五一开盘就520 但是520没多久呢 变511 511没多久呢 变507 今天又很多人在想 台积电会不会破500 你去想这些问题都没有用 你要怎么做 稍后 我会针对台积电 再来跟各位说 很多的股票该如何走 这时候 当然要回归到大盘 明天怎么办 今天 这个地方啊 很多人真的是 问我会不会算命 我真的不知道 我会不会算命 但是呢 我很会算关键价 先看今天跌多少点 最多的时候 跌73点 然后呢 我先跳到 礼拜五我怎么说 礼拜五是4月21号 对不对 我说这个形态啊 顶多回档3 5支 不是3.5支 回档3支或是5支 什么叫做回档3 5支 本间中九里面有一种形态 叫做回档3 5支 也就是在一个创高之后的回档 到底要回档3支 4支还是5支 那么 回档3 5支 跟整个向下沉沦 变空头又不一样 所以此次 我率先跟各位说 这个行情 顶多回档3 5支 有可能3支 4支或是5支 但是我讲到这句话 礼拜五的时候我说 本周 今天周一嘛 如果见第五支黑 约在修正100点 反而不必害怕 73点踩刹车了 上去 我已经跟你讲 不要害怕 早上一大早 见到第五支黑 第五支黑 他撤了73点 那么比原本预估的白点 还要少 那更好 这个时候 今天这根K 反托走涨K 中场涨23点 那么这个量 说再说 说到不见了 1766亿 那今天收15628 那今天呢 这个整个一个权重股 20大排行榜 今天跌26点 那换句话说呢 这些的中小型股票呢 已经不理这个权重股了 他走他的路 所以我说呢 在这个市场上面 英雄是谁 你要好好的看 不要每天这个20大排行榜 每涨有涨的 就在那边 要做不做的 那天礼拜我讲过 这根线叫大阴线崩落 是整个崩下来的 那天跌104点 那个成交量是2537亿 那我讲的这个跌25点嘛 对不对 那为什么那天跌那么多呢 刚好跟今天相反嘛 一大堆都在跌 只有130加上涨 那我回顾到上周四 上周四我们的大盘呢 是一个中长黑 那中长黑这个架构呢 我有提到 也就是4月20的时候 我说这个大盘 来到这个地方 它形成三根的黑K 那么三根的黑K 这个形态叫做三胎压 那形态叫三胎压 那我有给各位的关键价 我都说明过了 那我说这个行情呢 所有的希望 在台积电的法说过后 那过后呢 果然礼拜五呢 看到520后来就没有了 那到了礼拜四的时候 日K三年黑 那我说市场的情绪 已经很恐慌 已经出现了 所以呢 这个形态各位注意了 必须要开高盘 才能够化解 但是后来还是没有化解 当天我就讲过 这种形态如果没有化解 必见第四之黑 而加总起来 恐怕修正200点 从礼拜五到今天 是不是100多点快要200了 对不对好 那接下来我们看到礼拜五 我怎么讲 我说呢演变到这样子啊 这个破线这里拉近 三胎压之后呢 它没有攻高反手破线 反手破线 这已经达到回档四支了 那么回档四支呢 转变为回档三五支 那么今天要注意这个关键价 那当然没有对不对 那我讲一句话 台积电礼拜五 520昙花一现 恐慌性的卖压一次反应完毕 未必是坏事 所以当天礼拜我说 日开四连黑 攻高未曾反手破滴 因此本周 开高跟开低的做法 我说开高反而比较没那么好 因为你必须站上关键价 那今天是什么呢 好停在这里就好 今天开低嘛 对不对 好我来看 若见第五支黑 约修正白点 反而不必害怕 今天早上 你去杀股票的 反手卷空的 今天可能会很凄惨 接下来 今天发生什么事 来拉近 哇哦 久违了 哇这根线 叫反托走涨 红色的 但是你会说啊 这里是量缩啊 我先跟各位说 回档三五支啊 第五支的量啊 又变成了红色 那这样呢 是初步OK的 因为呢 到目前这个形态 叫回档三五支 那么明天给各位关键价 是15586 今天各位看到啊 今天反托收红 也就是早上是黑色的 后来反过去变红的 所以这种呢 你应该采取低接买进的方式 因为 我先透露一个讯息 今天演变到这边变红色的 有可能会形成右空的陷阱 也就是今天早上 我已经跟你预告 顶多再测100点 今天只有70几点 然后就踩刹车 这样的行情 如果当下你去放空 那刚好中招了 今天各位看到 他就这样整个拉上去 对不对 好我们再回顾这一张 有没有整个拉上去 对不对 好你再空 空到这刚刚好 刚刚好 所以这个有可能是 右空的陷阱 所以今天早上出现第五支 那么下跌73点 跟大家宣告 已达修正满足点 好那修正完了 那注意哦 明日开高 需开高走高 过今天的高点 只要走这条路 确立此波反转讯号出现 也就是出现在今天这根红K 直接反转上去 那明天如果开低 关键价拿出来用 15586 明天开低 虚守关键 很容易反手再拉 如果明天开低 没有走这条路 很容易形成追杀再破低 所以明天开高跟开低要注意了 既然我从三胎压 给你们讲回档三五支 今天早上达到第五支 而且马上变红色的 那么这个地方 明天如果走开高走高 直接过去的话 那么今天这个低点就是此波的反转讯 这样了解吗 如果开低呢 它没有守关键 很容易再破低 所以呢把我的Teregrine加入 明天盘中 我大概十点会跟大家讲 这盘式的一个演变 好不好 OK 那当然这个 讲到这个大盘 我们把台积电给请出来 台积电呢 到底发生什么事 请看 台积电今天跌了4块钱 来到507 那我那天讲过嘛 它511 它之前是在这个横盘 对不对 一个叫上图下坡 520是它的一个上图点 然后下坡点在509 那当然今天是怎么样呢 很显然是下坡 哇下坡 但是这个下坡又是一种变形的下坡 拉近 这里有没有发现 下坡格局今天出现红色的 所以这个呢叫做低档的明亮星 低档的明亮星在伴随直接拉下来 伴随的亮缩 所以这颗星有可能也会形成反转讯 今天虽然下坡但出现了低档明亮星 所以呢行情每天在演变 它也会把形态稍微给改变 所以呢今天台积电走的下坡 但是它今天很有技巧的量缩 并没有追杀再弄下去 而是收红色的 红色的线有很多种 今天是收线 这种亮亮的线 就是星星这种线 所以明天呢 请各位注意了 到底盘中有什么变化 我明天10点在Telegram贴给各位好不好 所以在这边呢每一档股票 大家要去知道它的来龙去买 当然呢下一节我会针对大家 这个哀鸿遍严这两档股票 我跑光光你们还捏在里面 到底呢这个飞鸿修正结束了没 那到底齐鸿直吻了没 下一节我会告诉你 而这个时候乱世当中的英雄 你一定要知道是谁 金网告马进来 人生如股市 变化莫测 十沟十滴 股市如人生 乐极深悲 体极泰来 唯有客观分析 精准研判 才能成为市场最大赢家 让何老师带您掌握市场趋势 创造人生财富 轮源质幅专线02 2321 9933 2321 9933 想了解最新台股走势 股市民师现阶段手中的标股 您想知道的一切 都在鼓动乾坤 针对于这个飞鸿啊 两个鸿啊 齐鸿 很多人呢 已经连在上面 连了一段时间了 那虽然不是很久啊 但是呢 这个价格呢 离现在呢 还是差得非常的远 我从上礼拜呢 已经有陆陆续续就来找我的人 那至于你们还没有来找我 那你就听听看 如果我能够帮你 你就来问我 因为这两档股票 我的确从底下买上去 在高高位置全部卖了 我也应该会讲到过 所以在这个地方呢 各位注意了 这个飞鸿啊 他到底呢 到底修正结束了吗 这个地方啊 今天呢 涨了八毛 涨了八毛 那涨了八毛呢 有没有办法呢 就是从这边开始反转 我记得我在4月18号 已经跟大家讲 这一天爆了11万涨 这是比较不寻常的量 因为突然爆太多了 他虽然是一路滚量上工 但是这一天量是超级无底多 所以我在盘中啊 已经把运超车开出来了 然后当时的价格呢 在79块多 那么到今天呢 又少了五块 今天少了五块钱 那我们来看哦 在4月14呢 我也卖一半对不对 所以全部抛光了 当天我跟大家讲啊 照了本间K线的操作 必须要这样过高 你没有再冲 那你这个留这个虚虚啊 所以呢 我一大早卖了一半 那我4月18呢 在盘中一大早全部卖光 当天收这个浪高线 那我需要注意哦 浪高线伴随着11万张的大量 代表呢 这边一路吃货 一路滚量 一路卖的直接冲出去的时候 大脚全部K出来 不然不可能有11万张 11万张 蚂蚁熊兵也不可能拱到11万张 所以呢 通常呢 这个大脚在出货啊 会出得不知不觉的 尤其这种线拉出来 你次日不能 次日就冲高了 再拉一根了 不可能出这个线 结果很多人呢 不相信啊 我已经把这套钱呢 光10张16万 100张160万 把它爆走了 到了这一天呢 很多人说 哎呀老师你少赚五毛 我说我要吃鱼头跟鱼肚子啊 鱼身体啊 鱼尾巴送给你啊 五毛送给你 结果从那边开始崩下来 对不对 那我说呢 你被咬住赶快来问我 还有办法救你 结果呢 这个股票啊 到礼拜五 我胖胖下来 哇 哇好可怕 就这样下来 就这样下来 那下来之后呢 再发现啊 今天 今天这根线 有没有办法 就在那边止跌呢 各位去看 这边浪高线 夹长这个虚虚 再伴随两根 那也知道嘛 一拉高就有人来跑 尤其这两根 直接胖胖下来 这两根的量啊 非常的非常的标准 等于说在这边吃货这边呢 有人再去拱 然后这边也就倒出来了 所以今天这里 各位要小心了 中继到底在涨 还是中继在跌 今天这是有肚子的十字红 需要我帮忙的 来问我一下 因为呢 你买错 或者是把它卖错 你这边就会很难熬 因为从上面下来 已经差了这么多钱了 对不对 差这么多 哇 哇差了八块多 对不对 所以各位要注意了 差很多 那你有十张八万不见了 那十张 十张八万 一百张八十万 那不是小数目 对不对 才三天嘛 对不对 那所以呢 这股票啊 我知道他们主意在想什么 如果还需要我帮忙的 赶快来问我 那还有一个呢 就是这个小奇兵 小奇兵呢 直吻了嘛 今天涨一块钱 涨一块钱 跟161 好像还有一段距离 对不对 好 那 4月18号 161 涨金节节跟大家讲 我分两批跑光光 创历史新天价 对不对 运超车开出来 至今呢 今天涨一块钱 144 那也差了十几块 对不对 那4月18号 我跟大家讲嘛 我当天卖掉 然后收了一个包覆线 包覆线呢 没有办法再反扑啊 你还是赶快跑 你不要再黏在里面了 那当时呢 这个轻轻松松的 两三天呢 十张十万 一百张一百万 轻轻松松的 到了现在 各位回头一看 刺碰下来 然后呢 又来这边 很多人说 这个十字 可以一定要转折向上 我说啊 被黏住被套了 赶快来找我 我来救你 不然 十张十六万不见了 一百张 一百六十五万不见 真的很惨 结果 四十二十一 碰 又下来 我讲的都事实 有来找我 都跟他们说怎么做 对不对 那么礼拜五的时候呢 你看 一张两万 十张二十万不见 淡淡的忧伤 那淡淡的忧伤呢 今天呢 哎 涨一块钱 有没有看到 这开线还是黑的 有哈 好 明天关键 我直接跟你讲答案 明天关键 到底是往上还往下 明天往上 就直接过今天的高点 明天往下 破今天的低点就好了 不用看到前一天的 看今天就好 所以呢 被套到水深火热的 来问我一下 不然明天 跑上去一点点 又要突破了 又去追 那跑下去一点点 你以为要杀光了 然后结果又上涨 所以这个时候很关键 不要省一只鸡的 前市区一头牛的利润 当时我在告诉你 我全部把钱债走 你还在追 这个时候啊 我还是要跟大家讲 不管你要听什么牌啊 饭票最重要 赚了钞票就有饭吃 什么票都没有用 船票车票 飞机票 入场票 什么票都没有用 就是饭票 饭票怎么抓 很简单 每一个年代 都有不同的英雄诞生 你要知道 现在英雄是谁 上个礼拜 每个人都军工概念股 每个人都什么 能源概念股 不然又他传出来了 然后又飞机出来了 不然就是旅行社概念股 每天这样追逐 你永远赚不到钱 要像我这样心平气和 我的鱼一掉都是大支的 这时候你来看 那个 那天我才跟你们讲 你们都没要相信 今天怎样 今天涨六块 一百多块股票涨六块 那天跟你讲 全部的股票都下跌 我报警处理 对不对 那天4月18告诉大家 电源管理IC 风扇买发IC 全收了 我没有要收 听到我带收这边 赶快去收嘛 为什么要弄在旁边去哭泣呢 今天呢 所以跟着我的人就知道 行情到底怎么走 我跟各位说 这档股票叫多浪大敌 有没有 这么多浪 这么多浪 数不完了 这种叫前人重述 后人沉点 这档股票买什么意思 买突破买爆发买商机 商机我已经讲过N百次 对不对 好 那么礼拜五 看起来很恐怖 要看内容 你看量不见了 那没办法 入境随俗 整个事况不好 那就跟着下来 主力也不想理你 你就去卖你的 所以没有量 所以你要看量价结构 不是黑就不好 红就一定好 今天出现这个 来拉近 今天这根红跟上礼拜五的黑 并在一起 第一点叫做161.5 这里好玩的 明天只要过今天的高点 直接喷出去了 所以法人在买这个股票 他们还没有跟你讲 你就来问我 因为法人在吃货不会告诉你 只有我跟你们讲 要霸占这种股票 这样了解吗 所以机会都在这 为什么每天听什么牌 我哪有什么牌 我都直接听牌 对不对 再来这个变色龙 上礼拜老板已经出来讲话 他们接到很多的一个case 然后做彩色的 这是以后的一个主流 这个股票 是是非非恩恩怨怨 但是到现在 这个变色龙越变越漂亮 我想这个科技在发达当中 尤其是那个什么 比较高贵的车子 双B什么的 它这个彩色电视纸 放到它车子那边 装了一个 然后就可以 你要变什么色 现在变白色 变彩色 变绿色 变黑色都可以 这种东西 它最拿手 这样了解吗 所以今天它涨一块半 那天涨了五块钱 增量到1.7万 涨礼拜五 对不对 所以我会员跟我报这个多开心 还有报警处理 对不对 然后4月21 我跟大家讲 这根K线叫反打前三 一根红吃掉三根的K线 电子指的商机来了 下周若能过金尻 确立足底成功 因为那天是大量 但是今天呢 量没有那天大 但是直接冲过去了 哇掌声鼓励 量没有很大冲出去 那怎么办呢 到了今天日K二连红 初步确立落底讯号 你看 我跟你讲都刚刚好在关键时刻 有没有 写的清清楚楚的 今天呢 接下来注意186 用什么方式功过 如果想要霸占这种 机优成长股 赶快来问我 因为现在呢 有商机就有钱财 有钱财股价就会动 这样了解吗 那当然了 这个PA三雄 PA三雄现在看这个 叫PA大雄 今天涨1.5元 对不对 那天跟你说报警处理 那你不要每天跌就卖 看今天 今天这个PA大雄 有没有出现反托走涨K 反托走涨K出现在 连续四根红跟今天一样 回挡三五字的情况 他第五根早上是黑的 尾盘翻成红的 这都是初步指纹的讯号 所以很多人还是不了解 不了解我帮你看就好 股票我帮你挑就好 因为你不知道英雄在哪边 我全知道 当然这个全新啊 是PA的第二个 叫PA中雄 今天他没有涨 但是很恐怖 他的量只有3600 好这个时候让各位看 这是上个礼拜五的资料 那今天的资料是什么呢 今天资料是这个 来照这里 好恐怖的线 可是没有量耶 好那再拉上来 注意这个928有守住就好 所以提醒大家一句话 无量下跌 守前波低就好 所以每一个形态 不是量很多或量很少 要整个形态的组合 所以这种形态我反而不用怕 就是报警处理 那当然这个小熊也讲一下 剩一分钟 好来 小熊今天 好可怕不到1000张 什么时候出现不到1000张 这都是反转讯号了 只剩下941张了 注意了 哇这个量了 望远镜放大镜来看一下 几乎没量 这种你砍到地板了 明天你可能会哭出来 日K五年黑是否回档三五支 明日关键 因为已经没有量 通常这里就是一个玄机了 所以把我Telegram加入 明天10点 我会通知所有的人 盘市到底如何演变 最后30秒 这支股票 明天再解释 尾盘大脚又来买1224张 至于这个 这支股票 各位多留意一下 这个后续会有一波的一个作为 那今天我就让各位看 今天的一个行情 今天这个算是一个低档运出 也是量不见的 这通常都是一个 准备反转的讯号了 所以接下来要如何霸占这些主流的标的 我要提醒说大家 乱世出英雄 现在你就好好的把这个方案 好好的带到身上 现在就利用广告的时间 call me 助大家做股票天天一转 本投股公司与所推荐分析之客 也有价证券 无不当制裁物利益关系 以往之知晓 不保证未来获利 本节目资料仅供参考 投资人应独立判断 纯盛评估并自负投资风险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